文章来源才画连篇 随着巴西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 2023年前三季度世界GDP前十强作次也落定 相比2022年前十强可以说是出现了大洗牌 去年前十强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 今年前三季度分别是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 德国超过日本基深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俄罗斯跌出前十意大利逆势反超基深第八 巴西基深前十排在第九加拿大滑落至第十 不过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GDP都是换算成美元后来进行排名 因此最终的GDP总量受汇率影响很大 有些国家货币贬值比较大 换算成美元的GDP就减少了 印度增速继续第一 随着疫情进入新阶段 世界各国都在恢复经济 只不过各区域的表现不太一样 从前十强来看 欧洲有点惨 几乎没有增长 甚至是负增长 印度的发展似乎已经势不可挡 经济增速持续领讨世界主要经济体 2021年 印度GDP取得了8.3%的高增长 2022年再次增长6.7% 进入2023年 印度经济势头似乎更猛了 一季度到三季度分别增长6.1% 7.8% 7.6% 这印度前三季度的增速达到了7.1% 继续位居第一 在GDP方面 印度前三季度达到25995亿美元 接近2.6万亿美元 继续超过英国 稳居世界第五 曾经的宗主国英国 已经很难再反超了 今年4月 联合国预测 印度人口将达到14.1亿 正式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这14亿多人口 平均工资也不高 庞大而低廉的劳动力优势 让印度受到了全球制造企业的青睐 而印度人均GDP只有2388.6美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印度生活水平必然会大幅提升 这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毫无疑问 印度在快速复制中国 不少国际机构 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认为印度最快在2026年 就能超越日本和德国 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在增速方面 最惨的就是欧洲国家 进入前十名的四个欧洲经济体 前三季度增速都低于1% 英国增长0.5% 法国增长0.7% 意大利增长0.7% 而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 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为负0.4% 欧洲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很大 当然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跟着美国的步伐 制裁俄罗斯 切断能源供应 之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能源危机 通货膨胀 欧元贬值 大量资本和工厂流出 这无疑重创了欧洲经济 美国成为最大赢家 美元升值 资本流入 经济快速恢复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增长 日本第三不保了 美国优势扩大 前面说到汇率问题 有意思的是 欧洲四大经济体增速都很低 但换算成美元后的GDP却不低 日本有点郁闷 明明前三季度经济增长1.7% 实现了正增长 但换算成美元后 却只有31240亿美元 德国负增长 GDP却达到33065亿美元 反超日本1800多亿美元 德国因祸得福 超过了日本 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英国也是一样的 要不是汇率的问题 和印度的差距 就不只是800多亿美元 还会更多 还有意大利和加拿大 前三季度 意大利增速不到加拿大的一半 但是意大利 GDP却达到16226亿美元 加拿大为15856亿美元 意大利极深第八 加拿大垫底了 巴西去年没有进入前十名 今年上半年排在第九 不过 巴西经济发展后进不足 一季度到三季度 同比增长分别为4.2% 3.5% 2% 但全年保住前十名 应该问题不大 美国的优势继续扩大 原因有着多方面 一个是美国经济增长确实不错 第三季度 GDP环比折年率为5.2% 表现相当亮眼 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5% 也是不错的成绩 另一个是美国的通胀依旧不低 推高了美国经济 还有一个是美联储加息 美元升值 其他货币贬值 让其GDP保持了更大的优势 如此一来 美国前三季度 GDP突破了20万亿美元 达到了20万0.2% 2780亿美元 而我国实际增长5.2% 但换算成美元后 GDP反而下降至13万157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的64% 差距继续扩大了 俄罗斯在今年上半年 就跌出了前十 排在第十一名 全年想进入前十名 估计比较难 至于曾经短暂进入前十的韩国 排名更加靠后了 目标 优优独扩大了 台湾